我用双手成就你的梦想 李青上线于201年 在今年4月迎来ASU重作 曾经盘在脖子上的辫子 如今彻底解放 成为了大多数皮肤的质布 我在首发上线当天推出了全皮肤解析 就有许多小伙伴 对其十分不满 失割半年 咱们重新回顾盲增 曾经的双拳翼龙的三幻神局面 已不复存在 先看至高之拳 虽然它的模型改动是最小的一档 动作原资原味 还加入了一些特效 从T5升格为T4 理论上应该起飞 但它的生效依旧遵循原体 而新版生效 是远不如老版那么响亮的 不论是普攻还是PUE技能 打击感极其绵软 玩起来没以前那晚 从许多玩家的体感反馈来看 泰拳已经逐渐退环境了 神龙尊者的主要槽点 来自狗尾巴辫子 以及部分特效削减 天音波的语物效果 直接一刀折 使官方每期明月增强技能辨识 在咱们玩家看来就是画蛇天祖 电子就不谈了 基本没有回调的可能 反而是手游在6月上线原版本 看来联盟正统真在手游 新版神拳 我在首发评测视频中给出了五星推荐 但受到蛮多小伙伴反驳 针对这个点 我仔细琢磨了一下 随后在2017年度T2评选中 详细解析了心不如老的原因 首先是模型的变动 虽然看上去更加美形 但在实际上手后 新版更加修长的身躯 无法展现神之拳这一概念 因为在遇见世界观众 李青的得到就是来自于这对金拳 反观老板更扎实的双鸣 在普攻时 拳拳倒肉 被动的金光 也极其丝滑 还有一大槽点 来自于异技能 虽精断骨遭到大碳 老板动画 从浮光压制到私里残留 突出一个一气呵成 反观新版就特别敷衍 甚至不如原皮 天鹰波的印记也是同意 画风逐渐潦草 但综合手感来谈 我还是给予年强能用的名价 对比神龙下 大伙认为 谁被毁得更惨一些 地下拳王在起初备受看好 因为没有辫子 动作也不变 还加入全新蓝粉特效 直接达到半部T2的水准 但新版比老板更绵软的手感 实在一言难尽 棉花拳套打人真不给力 改动作的老皮肤讲完了 而基于原皮动作的其他皮肤 不是被限定 就是浓味太重 经过三月份那一波大下架之后 王僧全皮肤18款 目前只有4款可以购买 放眼全国服也是没水了 经过老皮个人高强度使用 足球这款限定的表现比较不错 Q技能的火球相当生动 动画帧率高 模型也够立体 挂在敌人头上的标记也如此 W和E技能的效果 超越79元的FPX 实现价格以下刻上 同色系碾压的壮举 该限定 经常在蝶炫活动中还场 大火到时候可以关注一手 李青今年又新出了三款皮肤 天龙由于当时两款神T2 注意在前 基本上没有啥牌面 并且还是挂狗牌的年限 时至今日鲜少见其登场 他的手感整体比较飘 普攻和Q的抬手过于轻巧 尤其是普攻的龙找手 生效也比较慢 E技能是最大量的 动作和特效衔接丝滑 整体虽然没有前两款T2那么惊艳 但确实还算能硬 用过的小伙伴 可以说说感受 神话幻想就没啥好说的 就是在圆皮的基础上变了颜色 多了一个击杀小人的特效 诚意远不如金龙夏 T1冠军皮肤最近刚刚下架 这款基于圆皮动作的T3 在使用精锐炫彩后还挺不错 黑红配色比原版顺眼多了 打击感也很到位 整体生效和T1杰斯类似 但杰斯作为双形态英雄 模型也有点老 动作必然没有芒僧这么帅气 老皮个人推荐一手 剩余皮肤推荐 请参考以下榜单 请参考以下榜单